器官移植的風波延燒 有立委質疑 國人到境外 做器官移植登陸不完整 衛福部長 陳時中則是回應 已經要求各醫院 今年年底之前 要補齊登陸的資料 如果沒有登陸完整 將會寄出法則 器官移植風波持續延燒 三號在立法院 社福衛環委員會 由立委提出數據 質疑臺灣從九十四年 至今已經有三千一百二十八人 通報到國外器官移植 但是完整登陸資料者 只有一百零八人 絕大多數沒有完成通報 不但器官來源不透明 也存在買賣器官的疑慮 對此衛福部回應 要求年底前改善 那以前對這些清查不清楚的 我們並沒有要求醫院 一定要把他 把他釐清來 那我們現在要求醫院 二零零五年修正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規定患者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後 回臺接受後續治療 必須提供器官類目 所在國家 醫院及醫師等資料 不過立委指出修正至今 登陸率只有百分之五點六 明顯偏低 對於近日屠殺作者葛特曼 和臺北市長柯文哲之間的爭議 陳時中表示這兩件事情 沒有直接關係 但器官移植的確是個嚴肅的議題 方便器官這牽涉到醫學倫理 各方面的問題 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那先把證據拿出來再說 陳時中指出 如果年底前沒有完成登陸 或是登陸不完善者 不但可能裁罰三到十五萬元 而且不排除取消抗排斥藥的健保給付 屆時患者就得自費買藥 記者綜合報導